一场突如其来的交通意外 导致多人受伤 当时躺在地下就是不能动的 是路人把我抬起来的 深入调查 民警发现事故起因并不简单 他也没有想到 这辆电动自行车能骑这么快 也没有想到在遇到情况的时候 刹车完全刹不住 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安全隐患 改装之后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这是今年5月份 发生在江苏省南京市古楼区的一起交通事故 民警赶到现场时 医护人员正在对几名伤者进行初步检查 据在场的群众反映 这几人都是在排队上公交车的时候 被一辆电动自行车撞倒的 三个伤者是从35岁到78岁不懂 群众纷纷表示 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速度太快 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就把三个行人撞倒 杨阿姨今年78岁 是三名伤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事故发生前 他正准备乘坐公交车 去菜市场买菜 随后三名伤者被紧急送往了医院 经过医院初步检查 发现几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其中杨阿姨的伤势较为严重 撞了两个干板 这个地方一个 还有那个腰子 还有这边 左边这个肋骨断了七八根 反正左边都受伤了 左边的肋骨 左边的膝盖都受伤了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按照现场目击者的说法 这三名行人是被一辆电动自行车撞伤的 然而这一说法让在场的民警产生了疑问 一辆电动自行车真的能有如此大的冲击力 导致多名行人受伤吗 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 民警发现 这起交通事故的起因还真没那么简单 民警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初步勘查 并向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了解了情况 他对我们陈述距离事发现场 大概还有20多米时候 就已经观察到了行人排队上公交车的现象 但是随着车辆的临近 他紧急采取刹车制动 但是没有想到刹车他完全刹不下来 事情的真相真是如此吗 民警调取了事发路段的监控录像 看到了这样的画面 2024年5月11日下午2点50分左右 十余名群众正在陆续登上公交车 这时一辆白色电动自行车 突然出现在画面左上角 非动车驾驶人当时是选择从公交车 和人行道中间的间隙当中 准备去穿越 然后速度也很快 由于刚刚下过一场雨 此时的路面上还有些明显的积水 电动自行车在行驶至公交车尾部时 开始紧急刹车 随后车辆发生侧翻 在滑行数米后 撞向了排队上车的行人 圆圈中的这位老人 就是前面提到的杨阿姨 民警分析后认为 电动车超速行驶 很可能是造成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 电动车驾驶人是外地来宁找朋友玩的 期间借这辆电动自行车准备去我们南京转一转 对这辆电动车的车况性能完全不熟悉 他也没有想到这辆电动自行车能骑这么快 也没有想到在遇到情况的时候 刹车完全刹不住 经专业机构鉴定后得知 事发时该车车速达到了每小时33.8公里 这远超国家规定的相关速度要求 这是明显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 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 不得超过15公里每小时 还有新国标中规定的 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设计 25公里每小时的要求 由此交通管理部门认定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 因超速行驶承担事故主要责任 公交车驾驶人 因不符合公交车停号站规范标准 承担事故次要责任 然而案件的调查并未结束 民警察觉到 这辆电动自行车外观 与常见车辆有些不同 这个现场电动自行车明显 跟我们常见的电动车不相符 因为它的后座 加装了一个储物的装置 就是明显看有点不一样 还有车辆的外形尺寸 感觉要比正常的电动自行车 要大一点 通过进一步调查 民警发现 该电动车不仅在外形上 进行过改装 还拆除了限速装置 更换了大容量电池 属于非法改装电动车 这一调查结果 引起了南京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的注意 因为在此之前南京市已经发生了多起电动车超速引起的交通事故 事故调查结果均与非法改装电动车有关 这是今年四月份南京市秦淮区一公交站旁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 一名老人在过马路时被一辆超速行驶的电动自行车撞倒 导致重伤 经调查 该电动车同样经过了非法改装 属于严重超速行驶 极其事故 这个电动自行车都有一个共同点 在出厂时就已经把限速装置取消 同时在使用过程当中 会对电动自行车的外部结构进行改装 在遇到情况时 由于车速较快 车体本身的重量较重 所以就很难采取这种避让措施 从而研发交通事故 鉴于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这一现象的社会危害性 南京市交通管理部门会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将相关涉嫌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的案件线索 移交给了南京市公安局石耀环针支队 希望能借助刑事手段 有效打击这一违法乱象 市场管理部门和交通管理部门向我们反映 电动自行车改装的线索 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风险隐患 以前遇到此类问题 都是通过市场管理部门进行行政处罚 整治效果不太明显 南京市公安局石耀环针支队接到相关线索后 进行了初步研判 发现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的现象并不少见 这些经过改装的车辆不仅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而且还有引发火灾的风险 同时 从事非法改装的行为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于是警方决定展开调查 寻找非法改装的源头 为此 南京市公安局石耀环针支队联合情怀分局成立了专案组 调集警力 对相关线索进行全面排查和梳理 首先 民警找到了驾驶非法改装电动车的交通肇事者 详细了解了其购车的来源 随后 警方通过网络研判 分析相关电动车店铺的信息 经过多方调查 警方最终锁定了一家 专门售卖长续航电动自行车的商铺 发现了位于五市玄武区的一家电动自行车销售店铺 该家店铺存在大量的销售以及买家秀 证明了它销售了很多长续航的电动车 锁定该店铺后 民警立即前往蹲点摸牌 然而到达现场后 民警却发现这家店铺已经关门了 当时这个店铺留了一个电话 最开始跟他联系的时候 他还是比较警觉的 他讲我们不再不再愿意 那或者不再做这个事了 这家在网络上销量和口碑都不错的店铺 为何会突然关门 民警们觉得这里面定有蹊跷 于是警方调查了该商铺的工商注册信息 发现法庭代表人段某 在南京还注册有多家电动车商行 查询到他有在江宁有另外一个店铺 甚至还有江北 另外有两家 这些地方呢 我们就一一跑过去看了一下 最终发现江宁这个店铺 现在是他命运的比较好的 这是他老板主要的常住地在这里 看来段某的店铺并不是关门了 而是搬迁到了离市中心更远的地方 这张照片便是民警找到江宁区的 这家店铺时看到的场景 店铺门脸上标有电动车租赁的字样 门口还摆放着一排崭新的电动自行车 看起来与其他电动车商铺没什么不同 那么我们当时作为侦察员 我们就判断 为什么他会放弃这个繁华的市区地带 而搬到相对偏僻的郊区地带 可能是不是为了方便离他的生产源头 车架源头或电池源头更近一点 一间神秘店铺 暗藏非法改装线索 发现他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呢 一般不存放在店里 都是在有销售需求的情况下呢 他通知别人给他运过来 民情步步深入 能否揭开改装电动车背后的非法链条 在里面从事的功能呢 这一块呢 相对来说比较警惕 有无数人接近的时候呢 他们还会终于上天去问 改装之祸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带着疑问 民警决定先不打草惊蛇 在外围对该店铺进行蹲点 在几天的观察后 民警果然发现了异常 发现他大概的运营模式 也都是联系好了之后 他再打开店门 平常的时候他不在店里面 这家店铺平日里大多数时间都不开门 只有顾客前来时才开门营业 这显然不符合常规商铺的经营模式 侦察员发现有一个消费者进入他的店 随后在若干小时之后 他骑了一辆新车 正准备离开 我们立马上前就跟他进行一番交流 获悉了他购买的这辆电动自行车 车架是进行了一个加固 电池桑也有相应的扩容 为了满足他大容量电池的一个 所占有位置的一个需求 这辆电动车就是涉案店铺出售的车辆 为进一步固定证据 警方与购买者协商后 将车辆送往相关机构进行鉴定 经鉴定该车多处改装 不符合国家标准 属于不合格产品 这辆电动车就是一名购买者提供给我们的第一辆车 我们初步工作发现这辆电动车上面限速已经被解除了 然后打开这个座垫发现座位下方 这个原本应该是在脚踏位置的电池被挪到了这里 整个座椅下方的被仓位被扩大 然后加装了一个大容量的一个电池 这个电池非常重 加装了这个电池之后 以至于说是整个车子车身超过国家标准 55千克 同时它这个车子外面加装了一个外包围 也是车身过重的一个因素 让民警没想到的是 车辆内竟然还安装有GPS定位 而这很可能就是涉案店铺用来监控售出车辆的 因此我们当时没有贸然的将这辆电动自行车 骑回我们公安机关 我们安排了专人将这辆车停到了一个居民区 我们每天都要对这辆车子的位置 进行一个改变 并每天骑足30公里 以免这个商家产生一定的怀疑 与此同时 警方对该店铺继续加大敦售力度 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 警方发现 通常消费者进入店铺约一个多小时后 就会有一辆白色商务车前来送货 发现他销售的电动自行车 一般不存放在店里 都是在有销售需求的情况下 他通知别人给他运过来 送货了是一名青壮年男子 他是将我们的车架从车上卸到他的店铺之后 由我们该店铺的两名协议人 从隔壁电动车的安座中 从一个新的电池放到一个新的车架里 这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商品 在出售给消费者 基于这一发现 警方判断该涉案店铺出售的车架并非自行生产 而是在其上游有另一个专门负责改装车架的团伙 为了能将这一非法改装链条彻底搞清楚 警方开始梳理该店铺的银行流水 发现店铺老板段某及其妻子徐某与王某陈某等人 有密切资金往来 发现他与这个上游一个叫陈某和王某这两个人 过去的三年以来有大额的资金转账 主要是出账 然后我们对这个王某和陈某的身份进行分析 发现他在南京当地是经营着这个电动车经销公司 根据工商信息显示 王某是南京市某商贸公司的老板 也是某知名品牌电动车的地区经销商 而陈某则经营着一家电动自行车配件经营部 同时也是某知名品牌电动车的地区经销商 民警判断王某陈某二人 应该都是为涉案店铺提供车架的上游供货商 所以我们初步判断 陈某和王某这两个人定期的 会给段某提供电动车车架 以这个面包车运输的方式去提供 然后就发现了段某的上游电动车经销商 陈某和王某所在的公司地址相符的 王某陈某二人的工商注册地址 在这处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的工业园区内 这里位于南京市东南部与安徽交接 平日里人流量并不大 民警在园内经过一番搜寻 发现了一处可疑的仓库 这个仓库位于一个U型道路的尽头 其中一个打开的仓库 应该是一个配件库 因为我们只能看到灵性的轮胎 还有一些敲打的声音 但是隔壁两个仓库都是关闭的 但是里面也有部分的声音传出 我们就对旁边的两个仓库 产生了更大的一个怀疑 经过进一步遁守 民警发现这些仓库时常有运输车辆进出 装载货物后便将勤运网电动车商行 进行组装售卖 案件调查至此 非法改装电动车的上下游链条 已经逐渐浮出水面 南京警方认为 该防火生产和销售的电动自行车 明显不符合国家标准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公安机关决定 对涉案人员展开全面收网行动 偏远的仓库中 竟藏有数百台电动车车架 当时看到这么多的结果 也告知了 这支持他们一个改装车辆的一个仓储点 雷霆出击 多线收网 伪劣电动车的真相终将揭晓 涉案车辆包括关键部位在内九个项目 不符合电动自行者安全技术规范的质量要求 改装之后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2024年5月28日 南京警方经过严密部署 组织多路民警开始对涉案店铺及仓库进行集中收网 其中一路民警来到了位于江宁区的仓库 进入仓库后民警发现 这里共有两层 一层有多台正在改装的电动车车架 许多零配件也散落一地 此外 民警还在二层发现了大量 贴有合格证的成品车辆 经过清点 该仓库共有300多台 经过非法改装的电动车车架 仓库的经营者王某 陈某等人 当场被公安机关抓捕 与此同时 另一组民警前往涉案店铺实施收网 对店铺老板段某及其妻子徐某进行了控制 在搜查中 警方不仅找到了多台准备出售的非法改装电动车 还发现了一些租赁合同 民警调查后得知 该店铺通过以租代售的形式 每月收取数百元租金 分10到12个月租赁这些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 租赁期满后 车辆归成租人所有 我们才了解到 嫌疑人通过以租代售的形式 按月让购车人进行支付货款 嫌疑人应该是明确知道 销售不合格电动车 可能涉及到违法犯罪 所以他通过以租代售的形式 去规避他自己销售的犯罪事实 至此段某等四名涉嫌生产销售 伪劣电动自行车的嫌疑人 已全部到案 公安机关供扣押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车架 400余台 几名嫌疑人到案后 对于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 供认不讳 这就是批量改装电动车车架的王某 据王某交代 他们几人分工明确 他负责将从品牌厂家购入的电动自行车 电池舱 电机等部件进行改装 然后批发销售给下级门店 下级门店的段某等人 则将采购的大容量电池 加装到改装过的车架上 形成完整产品后 再对外销售 据嫌疑人交代 他们生产和销售的 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 大多出售给了有送货需求的群体 他们往往对于车辆的速度和续航 有更高的要求 类似于这种送货群体 外卖群体 他们是需要这种高续航的电动车 进行一个生活和工作 那么这些车辆都有一个来源 也就是出售或者是出租的来源 根据涉案店铺的销售记录 民警联系到了多位消费者 在征求他们的意见后 警方将车辆追回 并送往相关机构进行鉴定 我们通过专业鉴定机构 出击的鉴定意见 涉案车辆包括关键部位 在内九个项目 不符合电动自行车 安全技术规范的质量要求 对我们认定 伪电产品是一个比较关键的 重要的一种证据 在鉴定机构的工作人员看来 不符合相关技术规范的电动自行车 具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你比如说电池电动以及电池的容量 进行改装之后 它这个很容易就会带来 就是叫什么呢 自然自爆的风险 那么超重的话 它会影响制动性能 还有轴距也是一样的 轴距太长了 它就是拐弯和通过性都不好 那么这个都会给驾驶人员 带来一个安全隐患 这起涉嫌生产销售 伪劣电动自行车案的成功告破 对相关违法行为 形成了有力震慑 在案件侦办的同时 南京市公安局 联合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进一步规范电动自行车市场 打击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 下一步公安机关 将加大对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 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 在此也提醒有购车愿望的消费者 不要去购买 经过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 购买电动自行车 也不得向商家主动提出进行改装 否则一旦被查获 将会刺激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 目前段某等四名犯罪嫌疑人 因涉嫌生产 销售 伪劣产品罪 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仍在办理之中 好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 中国政法大学的曲心九教授 欢迎你曲教授 曲教授 版案当中的犯罪嫌疑人 他们先是购买车架 然后改装 然后再买大容量电池 以整车的形式卖给消费者 那么这种行为 为什么会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主要是它这个生产销售行为 并不是在法律范围内 也就是说它这个大容量的电池 和大重量的这种电动自行车 还有这个速度 都不符合电动自行车的标准 那你的电池的容量 重量 速度一下起来以后 它一定是不安全的 是不符合国家标准的 所以就不属于合格的产品 所以就定它的生产销售 为了产品罪 因为生产销售为了产品 还有一个就是销售数额 要达到一定标准 一般是5万或者是20万以上 通常最低标准5万就够了 所以它可能销售的数量 是比较大的 对于改装电动自行车这种行为 以前多处以行政处罚 那么这些案件 为什么这些嫌疑人 会涉嫌刑事犯罪呢 最早的时候 电动自行车改还都是个人改 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 它的面没有那么大 后来就变成生产销售 这个动作量就比较大了 安全隐患也比较大了 最简单的是交通秩序 因为速度很快 重量很重 对行人就构成了比较大的威胁 更重要 电池容量不过关 不符合标大容易着火 你个地着了很多火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一种现象 主要就是这种 后来这种成规模化的 改的量太大了 所以这样一来 政府处理起来 原来就按照行政法规处理 现在你达到入行标准了 所以你会看到现在 开始动用刑事手段 购买这些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的人 多是有一些送货需求的人员 市场是有这方面需求的 那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 政府的主管部门 还有行业部门 应该考虑到民众的需求 当然我们国家的各个地方 比如城市化了以后 各个城市也不一样 有大中小还有特大的 肯定不能够所有的城市按一个标准来 但是有这个需求的时候 我们没有对应的相应的安全标准的产品 就没有相应的产品 因为你要有这个产品 就要有相应的配套的这个国家标准 安全标准 所以这样一来行业生产的特别有点规模的企业 因为企业主要通过行业和政府要迅速地进行密集的商业 是否可以在一些城市那么生产一个安全和符合法律的有标准的 同时又能够满足这个需求的 不同的需求是满足的 标准跟得上 那我们这样生产销售消费者都得到满足的时候 那当然各方面都是非常乐见的一个局面 而不像现在一样 你自己也改 然后特别有生产那么多改 这个问题太多了 隐患太多了 徐老师 有些消费者知道这个电动车是被改过的 它就是为了那速度更快一些 所以就买 那你买了一个不安全的 没有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 这个风险当然就很高了 因为它涉及的安全的时候 那简单的来讲 你就得到商家去索赔 但是商家这个时候被中的行政罚款 甚至被刑事处罚了 它其实就没有能力就赔偿了 所以这上千块钱 甚至更多的钱就打水漂了 重要因为那个产品是个伪劣产品 而且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所以政府就给你没收了 所以你看你的损失 车肯定就丢了 所以消费者这个时候 尽管有需求尽可能的 就是因为它没有国家 不符合标准的产品 还是不要去购买 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这类行为 不仅具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而且可能会涉嫌刑事犯罪 受到法律的惩罚 同时我们也要提醒广大消费者 不要因贪图一时的便利 而购买非法改装的车辆 避免给自己和他人 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 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也感谢曲琴九教授 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